Mahaday在今年5月9号的演讲 就是一周年的演讲 里面谈到的共荣的马来西亚 Shed Prosperity 或者Germarambu Summer 是要往这个方向去的 往这个方向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最后要找到一个族群的中间点 那族群冲突的中间点最后在哪里 最后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接受说 75%的B4D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中下层 是马来人 这一点我们需要承认 但是马来人他也要承认说还有25%是穷的 这25%穷的是非马来人的 有华人有印度人有其他各族的 然后怎么样去到比如说马来地在5月9号的演讲 然后安华后来的演讲 达英后来的演讲都谈到了所谓的need base 就是暗屈穷 大家都知道这些人是穷啊 没有那么好的生活了 那整个社会我们最后怎么看到说不管是马来人 印度人 华人 沙巴沙拉越的 B4D 怎么样让他生活好一点 就是最后是看到不是在看皮肤了 是在看need base 你有需要吗我就帮你 那这个国家不能够纯粹只是谈B4D当然 可是如果底盘 大家生活好 他整个生活就会好 中间跟上层的都会好 那照顾所有中下层是我们共同的影响 有报章扭曲我的说法说 我说马来人只要照顾底下的中下层的马来人 这个政权就稳 我的说法是今天我们必须照顾所有中下层 也不要承认说中下层当中马来人是多的 可是每一个人都有需要 我们要想未来20年是怎么样的 那20年是可以改变很多的 比如说20年前一个北京的人来到马来西亚 他会觉得基隆坡很先进 但是今天一个20岁的北京或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这些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人来到马来西亚 他会觉得基隆坡很多 换另外一个例子 15-20年前 如果你说深圳会超越香港 很多人都不会想象 但是今天深圳在科技 在GDP 在各方面都超越香港 那比如说马来西亚跟新加坡之间 很多人是觉得说 新加坡是比我们重要的经济体 可是那是如果是马来西亚用20年去重建的话 马来西亚可以是比新加坡更重要的经济体 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努力 可是有很多事情是百废待新的 如果这个社会是完全是拉持的 这样我们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 去认真的把这个国家一步一脚印的去重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